我喜歡乘華航的飛機, 燈光是很光滑的 雖然令你感覺有點睏 但有時的飛機令你睏睏更快 和它比較放鬆 除此之外, 它這麼大螢幕的電視機 原來還可以接駁你藍牙的風險 就不一定用你去空公司 作為攝影膠的兒童仔 早安, 台南 早安之後, 我們就趕快出發了 第一站就是去台灣有台灣亞馬遜河之稱的綠色隧道 看見, 相片挺漂亮的 好像兩邊樹蔭的隧道 好像要搭一個小船空過的隧道 這裏正在做工程 搭一些架 你看看, 它是雕花 好像雕花 知道很多 龍, 人像, 神像 這樣 這個廟的造工挺厲害的 這個廟的造工挺厲害的 其實都不便宜 原來要200台幣一張 但是呢, 我們就有一個酒店 客人的九折優惠券 應該便宜了10% 這個台版亞馬遜河 又叫做四草綠色隧道 去一隻船, 足夠15個客人就會開船 平日都挺多人搭的 那當然不要說人家 今天week day 搭船的人 都好像這麼多 所以關聯市場到今天 今天就來到目標 轉過去 那記住, 中間紅色是在前面 然後呢, 中間 另外呢 小姐, 請小心 剛開水淋滴 找不到椅子, 坐 蛤? 好 小姐, 椅子可能八萬樓前面見 那謝謝謝謝 同船齁 不是長同車 那不好意思, 要坐前面 來 前面有位置啊 來, 請往前坐 這邊還有一個位置 快樂要出旁了 歡迎大家 來到這裡 台南市安南區的四草裡 我們今天要坐船 有綠色隧道 這個是台灣目前唯一的 水上綠色隧道 不過為了各位的安全 幾件事情提醒大家 來, 首先第一 樹可不可以摸? 不行 因為畢竟是野外 有些樹是有刺激性的 萬一刺激到你 晚上可能你要掛急診了 所以看樹就好 才不會有危險 尤其是手機 不要超越欄杆 因為我看中間中午很熱 所以我們的房間應該出門上班了 好, 我們第一種紅樹林 就在各位的右側 這個叫做五離椒 座上有牌子 它就會變出四五隻爪子 然後就插在水裡面的濕地 來, 右邊注意頭 所以撐在地塊子一樣的根 這個是它的棒狀呼吸根 呼吸根很短對不對 欸, 左邊水裡面有魚 哦, 那個叫水漿 中間, 哇, 你啦 不然你們做到太無聊了 可能中飯還沒有吃會睡著 睡著 就這麼低齁 而且在民國77年 很早以前這裡就成立了保護區 它現在同時多了一個身份 走不了了 所以我們就原路往返 然後隧道也有人這樣走 雖然這裡就見不到有鱸魚 或者飛琴走秀 但是呢 在市區附近可以去到一條 迷你版的阿馬遜河 我覺得呢 都幾好的 又不是落神味的 冰棚 你看 味道都幾濃郁 游完船河之後呢 就召過UBA 我想坐20多港元 就過來這個台江國家公園 據說呢 這個呢 都是台灣第八個國家公園來的 那看照片呢 就見到它呢 很多白色屋 好像很漂亮 所以特地坐車過來拍照 細心看一下 原來這個欄杆呢 全部都是一些 浩殼來的 在網裡面那些 其實整個台江國家公園呢 就非常之大的 其實整個台江國家公園呢 那我現在來這一塊呢 其實就是這個台江國家公園的遊客中心來的 這個遊客中心呢 它就用了一些很維美 白色公園去打掃的 那你眨眼看下去呢 就覺得它好像一個水上聖堡 那樣的 因為你看到它很多屋呢 這些建築物呢 都是用一些高腳屋的形式去建的 因為它本身呢 這裏都是一些沼澤區的地帶 那它就不想破壞那個地貌和那個地質 那所以呢 它建的那些建築物呢 那些建築物呢 用一些高腳屋的形式去建的 那樣去建的 除了這個這麼漂亮的 好像一個水上城堡那樣的地方之外呢 另外這裏呢 其實都有一個自然生態體驗區啦 人物歷史與環境解說區啦 以及有兩個放映室呢 是做一些影片簡介的 那樣的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三樓的露天瞭望台 那全部都是免收入場費的 那我覺得呢 你找一朝或者一個下午呢 就安排它 那裏之間這個地方呢 就配合這個四草綠色隧道的行程安排在一起呢 那我就覺得呢 都幾圓滿的 但是呢 提提大家呢 台南的陽光呢 都真是非常之猛烈的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沒有瓦遮頭 或者好像剛才坐的那些小船 那樣呢 你都應該真的要戴上帽子 或者做一下一些防曬的設施 然後呢 晚上時分呢 就去安平區的市中心去找食物啦 有些朋友呢 如果沒有去過台南呢 都會問我呢 台南呢 會不會很舊 很香的呢 全部都是一些很矮很舊的屋 其實呢 有舊的地方 也有一些很新很美的地方 這裏呢 安平區的市區啦 這裏都幾美的啊 其實 不是舊的那些那些那些 大大間那樣的 那我們上網隨意找一下 看看這裏有些什麼東西的好吃呢 那我又找到這間呢 東大門的韓國燒烤 自己一座大大間那樣 好像都幾美的 這一間燒烤呢 我覺得幾值得推介的 因為呢 他就不是說 很平民那些蒲菲形式的啦 那呢 他是套餐形式的 那大概 我記得兩個人 我吃了2000 鬆一點台幣 其實大概 我想 256元港幣一個人 那雖然就不算很便宜的 但我覺得他的肉呢 很優質啦 最厲害的呢 我覺得就是他這些 這樣的前菜 非常之多 你可以任意 吃了 吃完 你可以再點的 那很多呢 未見過的前菜都有啦 譬如那些 番茄仔啊 菠蘿啊 很多 淋淋種種的前菜呢 非常之好吃的 我覺得呢 其實這個 前菜這個部分呢 還拿高分 這個韓國燒肉 我們叫了二人套餐 就有一些各種的牛肉了 你看看這個 裝牛肉的一本 是整隻牛 那樣的 好像砌一隻牛的 每個肉 在哪個部分 哪個部分 出來給你看的 這個牛骨湯 也是超級好喝 超級好喝 先頭呢 就說的是 台南雖然呢 就 譬如火車站的周邊 最舊的一個部分 都是 仍然是很舊的 但是呢 他在其他一些地區呢 就好像安平區這條街那樣 都開發了一些 很新的地方 很多新樓 很多新的餐廳 啊 商店 就好像這些 餐廳咖啡呢 你就看外表 亦都非常之美 所以呢 今次我去這個區那裡 逛逛呢 我都覺得幾眼前一亮 這個好像很厲害 大紅沒有電 裡面有一個 大紅沒有電 鮮韓 不然 那時候 那時候 應該出來 很多的 應該不覺得 但是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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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得到 那時候 你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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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 現在台南的豪宅,全都像酒店的格局 就像這間寶瓦的藥妝店,都已經這麼大,這麼漂亮 這條街的很多新建的住宅大廈,都是這麼漂亮的 但聽說,樓價也不是太貴 我想可能是香港的一半價錢左右 這間有什麼來的呢? 家具店都這麼漂亮 這間店都很漂亮 像咖啡廳一樣 這間店都差不多 這是什麼? 這是閱讀室 這間7en有一點,當地居民買的消遣,也做集店 外面有些咖啡店,也不讓人坐 這裏有很多人 這個酒店外圍 這個酒店外圍 雖然不是一個海灘 類似人工湖 但叫做福爾摩沙遊艇酒店 在湖上有遊艇 還有一個被曬太陽的海灘座椅 只不過不是對著海灘 而是寫意對著人工湖 都有一些很東南亞的風情 上條片做了一間福爾摩沙酒店的開箱片 如果有興趣可以在右上角看上條片 可以看看這個酒店 多一點點 現在就退房了 因為不夠時間 我們乘搭1點12分 去台南高雄的台鐵火車 說一下這個酒店 又覺得大就很大 但是好像有少少大而無當 地方很大 除了有一個很大的餐廳 一天三餐都在這裡吃 有健身室 有一些兒童的玩樂設施 一個Infinity pool 當然冬天沒有開 早兩天都很冷 其實可以開 但冬天都不開 然後室內部份 就是一個酒店最好的賣點 有一些各式不同的池 就是一些Hot Spring 其實不是溫泉 只是一些熱的池 還有一些按摩池 還有一些健身池 還有一些水療池 配套設施也是比較好的 特別一點 它有一個冷霧室 通常只有Sonna 或者Steam 它有一個冷霧室 是一些冷冷的蒸氣 我覺得好像 比較少見 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在酒店 看到一個這樣的冷霧室 這次在台南的三天兩夜快閃 又差不多完結了 現在我就回到高雄 晚一點就會乘飛機回香港 我就覺得 如果你去這個四日三夜 就去高雄加台灣這個雙城遊 我覺得是幾好的組合來的 因為很多人就說 我去高雄就玩不到四日三夜 我在台南會不會很悶的 好像沒有東西玩這樣 我覺得你四日三夜 或者你甚至五日四夜 我覺得你去高雄加台南 我覺得是幾完美的 兩個城市之間 三十分鐘的台鐵 或者十分鐘的高鐵 就已經可以互相到達了 這條影片暫時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點支持給個讚 如果尚未訂閱這個頻道的朋友 記得快點免費訂閱 訂閱的時候記得按鈴鐺 還有幫我分享這條影片給別人看 我們很快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還有一間手信店 可以看看有沒有東西買 你好 我喜歡 de